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5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一对来自澳门的情侣 原本要前往绿岛进行三天两夜的自由行行程 向在地的旅行业者进行了套票的订购 没想到火车票没有订到 就连搭船的船票也买到了残障的船票 而无法搭乘夜访梅花路也取消了 因此他们在脸书po文抨击在地的业者 不过在地的业者表示 这其中是有冤枉之处 特别提出了说明 这对情侣因为得知绿岛的风景美 所以上网找到了台东的旅行社 订了两张三天两夜绿岛自由行的套票 合计是9800元 并且先预付了2000元的订金 在上个月的31号下午从澳门飞来高雄之后 准备坐火车到台东 拿旅行社给他们的序号却领不到票 只好自己再花钱买票 但旅行社还是向他们收取了每张票手续费150元 另外他们也指控 他们所给的船票是残障者的船票 因此他们认为旅行社有敲诈他们之前 更令他们呕的是 无故取消了夜访梅花路的行程 对于上述的指控 业者是大海冤枉 他2月1、2月3号坐1.50火车回来的 他也很厉害 想帮我拼 看有厉害吗 我刚才说过 我所有东西你们看 我会够给他收1颗钱 包括纯表出不对 我也都退行他 2月多少就是收多少 我会够给他捕1颗钱 对 今天他去捕台湿就是 1、4、3栋的本来 1、4、3栋的准央 现在去跟他捕1栋3栋 对 这不是要投掃 这要做什么 夜有的部闻 夜有部闻在冬天的时候 绿岛夜有的部分 有的时候会去 有的时候不会去 不是我们这件问题 是全绿岛的问题 因为有东西 不会去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怎么去 不会去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冬天是 冬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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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民众购买的旅游行程 若旅游过程中 品质不满意 台东县政府消保官 谢景川也提出了建议 消费者对于服务 品质的不满意 当然 最 因为旅游嘛 跟业者反应最快 第一个申诉找业者最快 如果业者处理还是不满意 事后当然可以跟我们消费者服务中心来申诉 或找消保官 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单纯是感受的问题 也可以来申诉 我们也可以请业者了解一下 不过客观的旅行已经完毕的话 其实有时候只是舒坏一下情绪 那也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要在旅游当中 要停止旅游的服务 当然要跟企业的相对认为终止的意思表示 你不能懵生不想就跑掉了 这样 这样子的话 你会受领迟延 或者是在务不旅行 那个 旅客 他也要负责赔偿 旅行是因而 你绕跑 不绕跑 提前离开 而所生的费用你也要赔他 不是说就不用给 7月的宗旨要跟你讲才有真实 要不然就是不讲 不讲就会导致有时候是受领迟延 有时候是给付迟延 有时候会生所外赔偿的问题 旅游就是当下的感觉最重要 赶快讲完就好了 另外台东县观光旅游处也强调 国外旅客如果对于合约上所定的内容 和实际旅游内容不符的时候 也可以向观光局来提出检局 反应 记者李明镇台东市报导